如果孫小姐在台灣 有些人認為她如果是如花似玉 那我們也祝福她 也希望她不要變成台灣的如花 她會變成如花 不要變成台灣的如花 當然很多立法委員提到說 這到底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還是上流美 還是什麼東西 當然有不同的形容 其實我們在國內裡面 其實我覺得這陣子裡面 婦女團體應該跑出來了 大家第一個要去什麼 第一個要去生也婚 支持吳玉琛的太太 另外譴責所謂的Rebekah這個行為 還要譴責吳玉琛 如果譴責Rebekah而已 我說婦協團體她應該站起來 讓這個是非價值觀變成 Rebekah變成 對 導向正面 不然Rebekah以後 會有更多的Rebekah出來 有更多的婚紗顧問公司董事長 更多的都是Rebekah副製品 這個應該要另外 台灣社會自有一把尺 好嗎 OK 來 我們看一下 原先我之前都蠻同情這個孫仲宇的 後來你剛剛說的對 他們有跟他的太太道個歉 而且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思緒有點怪怪的 他的男朋友有沒有 長的臉是方形的臉 通常說比較厚道的 不是那種尖酸刻薄型的 他的眉毛不是很像我們那種很濃很深的 其實我認為不是一個很斤斤計較的男人 重點是他是53年次的 53年次的話 今年的錢財運還不錯 這女孩子 可是遇到了50年次的這個何麗琳 如果簡單來相比的話 他本身是我們所說的新年生的太陽畫犬 有男人來支持他 他的耳長過眉 而且他本身的唇形厚而圓 本身他是雙眼皮 所以皮膚又白皙討人喜歡 他的皮膚稍微比較俗 雲南這兩張照片放一起和莉玲會起 不是 沒有 不要生氣 其實兩個出生也 我認為不會差太多 只是沒關係的好壞 跟EQ的解決方式不一樣 他本身是53年次的 53年次本身是太陽氫化劑的 男人緣怎麼可能跟他比呢 但心力善良各有千秋 重點是明年兔年的時候 他的夫妻公是陀螺欣 所以這個男的有沒有真心愛他到 明年就是一個考驗期了 也許到了明年年終就分手了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說在 如果說一些你的好朋友姐妹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跟你聊心事的這些女朋友們 如果大家都覺得說 對 三門真的對他很好 他是未來可能跟他結婚的 都一定會有感覺 我覺得他現在是充滿 像麗金講的 憂慮 那個憂慮跟敏感是 其實他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 他的自主性絕對沒有辦法 像剛剛另外何麗玲 Emmy這樣子 因為Emmy是那種 他自信滿滿 就是說媒體上要講什麼話 哪個專訪要怎麼做 那該怎麼安排 如果跟他接觸 在一開始那時候就知道說 完全都得聽他的 那旁邊是有一個人幫他 幫他去協調跟聯絡 主導權在他手上 講到迷女人的這個交際手腕 手腕 來 天天 我覺得剛才玉珍講的何麗玲 你看他現在住的就是那個 地堡 對 原來住的地方是 我們信義路跟安和路 橋服 對 跟顏凱太子鄰居 你知道有一次他住的地方是交火 他第一件事情 我當然講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做三個變化 先打給律師 然後馬上打給那個橋服 他怎麼沒有先打給119 那個都已經處理好了 他現在律師要怎麼處理禮償 然後再來就是打給那個 那個什麼修繕的來抽水 第三個打給他的秘書 去準備100個禮盒 敦親睦鄰 他打點所有橋服 橋服裡面的鄰居 何麗玲第二個就是 您剛剛講他為什麼這麼有自信 因為他有事無恐 孫頌瑜為什麼那麼沒自信 他沒錢 就像你去打牌一樣 你實際上就有1000塊 你怎麼可以打1萬底的呢 他現在就是沒錢 沒有錢只能被人家擺佈 俗話說得好 人是英雄 錢是打 真的 英雄沒有膽還叫英雄嗎 完全沒子彈 所以我覺得在惹何麗玲 他長得就是跟我們的柯南講的 非常討喜 他就是手腕 他很聰明 他做什麼事情都是有鋪陳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獲利或者是停損 他很清楚 我覺得孫頌瑜 完全不知道他處於什麼狀況 他其實在我背上 那不講何麗玲的話 就像小潘潘你所了解的 因為你曾經在大戶人家服務過 大戶人家 就是有很多美女人 一般的所謂這些名女人 是怎麼經營自己的 然後用這個名氣來賺錢 比如說裡面的其中一位 對 我不能因為我怕他被告 就是他本來就是因為第一次的婚姻 然後好像離婚 因為他先生很花 那離婚了以後呢 他好像得到了大概四五千塊 就三千萬到五千萬之間的 這個善養費 然後他就從開始 投資第一間的時候可能就轉手 沒有多久時間就先賺個幾百萬 比做股票還厲害 然後又一邊做股票 他就把這個等於是他的事業基金 然後充分的利用在股市跟房市裡面 然後沒有想到三五年之間 已經是幾億身價的女人了 像之前我在黃先生旁邊 我連講話的地位是沒有的 大家做的時候 我還要在旁邊罰讚的 而且要站好 要站走姿勢嗎 對啊 站走姿勢 對 做錯姿勢的時候 就是要站這樣 如果有時候很累 站這樣就被罵了 一定要暫停 我都要在旁邊 像他完全把我當軍人 當衛兵在操 然後但是我觀察到就是 這些女人真的怎麼這麼手玩好 舉例 舉例 酒量好 口才好 宜太佳 然後Sense要好 像以前我因為擺 沒有 這個叫Size Size要好 Size也要好 這樣當然是最好 但是有的胖胖的 醜醜的人家也是很厲害 晚上要可以Sex 打油死 打油死 這個效應 這個S 實話就要講出來 不然人家幹嘛看國民大會 真的 但你要認識這些那麼多的老闆 或者老闆旁邊的一些佼佼者 精英人物 我就覺得天啊 而且雪茄怎麼保養 紅酒怎麼保養 什麼年份 你全部都要懂 有時候人家因為我聊就辭窮 因為我根本不懂 所以聊不出什麼火花來 所以我永遠就只能在那邊一個月零兩萬多 那些女人她沒有做出功課的 她今天超哥想唱Endless Love 馬上就開場了 沒有 她是煩惑都是肉 沒有 我可以唱是唱Endless Love 人家現在Sense不錯 我可以唱Endless Love 跟妳唱唱黃河 然後如果碰到那種以前老國民黨的 要精具 就來一段了耶 對 我來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很多的客人問我說 老師我什麼時候可以嫁給小開 或加入豪門有沒有 你又沒有家庭背景 你又沒有外國的學歷 又沒有特殊的Licence 你怎麼可能嫁到豪門跟小開呢 你剛剛說的 他們各懷絕技是真的 想成為民女人 基本上如果真的家事不好的話 不得已的話 這幾個場所一定要參考去看看 我們認為紅酒跟雪茄館 在吞雲突兀當中有沒有 宜蘭自得 酒過三尋 真情全放 你剛剛所說的 那什麼酒 什麼煙 他們一定要非常熟知 不要念書 要做脾氣 第二個就是說 騎馬俱樂部你知道嗎 他養一匹馬 買一匹馬要兩百萬 一匹馬可以活十年到二十年 每個月要兩萬塊給他 養一匹馬要將近六百萬 比養一個小姐還要貴 所以到騎馬俱樂部 去那邊晃一晃也好 就能夠 好 你再說 你再說 你快點把他做 其實重機車俱樂部 一部重機車一百多萬的話 有的有錢人是四五步 你知道嗎 跟他們接近的話就是 可是他怕風吹雨打 他不願意接觸 所以就差勝而過 其實古董拍賣場 他是在二手車裡面 就碰到一個老闆 他只是要去買車 然後就在那邊優惠 兩個看對眼 三個月閃電結婚 然後先存五千萬的現金 到他存款裡面 然後移動房子過到他那邊 他就是這樣認識的 就是在那邊賭有錢人 還有很多的古董 你看來是破銅爛鐵 你的嫌他髒嫌他臭 好髒我不要 那你就沒辦法進入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上流社會 接觸到那個對景觀 所以破銅爛鐵的 較價百萬 豪宅收藏如貨至寶 最主要是名畫 很多的會畫畫的 或收藏畫畫 會在賣畫的美女 她們接近這種 最頂尖的名流有沒有 她們那麼一下子 要嫌疑翻身 麻雀鞭蝙蝠王子 非常容易的 其次世界音樂會 有些女孩子會 某種樂器 那麼造成 這些有錢認為她是財女 她不是季女 不是酒女 不是舞女 妳是財女 我帶著財女出去 這整個又不一樣的 其實就是俱樂部 你知道嗎 有一些山溫暖跟溫泉俱樂部 一張卡要60萬 限制裡面進去的人 那麼他們在交易廳的地方 男女混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互相地名片 談吐有無 交談有無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當然我不是鼓勵你們要去 只是說有這樣的機會的話 你想要改變自己生活 這可以參考 其實現在有一些年輕 條件不錯的男生 也是埋伏在那邊 等著吊遊錢的女生 對 更可怕的是 這邊洗山溫暖 那邊泡溫泉 他們後面有房間 總共要進去這個溫泉地方 有六個通道 民門有沒有 企業家是走別的通道的 而且他們那裡有固定 每天都有房間給他用的 所以你根本狗仔抓不到他們 其次我說就是高球 天四五點跟他們打高球 那你覺得誰願意 可是你又怕曬黑 又怕風吹日曬 又不討厭 不討厭不同爛鐵 誰理你 打完了以後 他們那就打班就好了 沒有啦 我覺得啦 這個是個人的選擇 不是正道 你有錢去加入那些東西的話 那個錢不如投資在自己身上 對不對 找一個適合的 你以為品紅酒是讀書就可以的嗎 你要有錢去試到好的酒 你才知道好的酒是什麼 那都是錢耶 對不對 我今天有個故事 真的是頂級的那種名女人 他因為這樣子整個這樣子繳禍 因為他是貨軍火的 在台灣 那因為他 除了你剛才講的 什麼古董名畫 他的語文能力非常好 因為你要知道 軍火你要跟德國人 美國人要去做交涉 在整個這樣的交涉過程當中 可能花了長三年四年五年 但他一筆收入是多少錢 很多億 但我們台灣有這樣子的個個案 他最後轉戰到中國大陸 他去做一個別的行業 他把這個錢漂白 他現在完全變成一個女企業家 完全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現在變成 不但是之前是名語人 也變成了女強人 所以這是頂級的 而這不是玩小個個案 然後我還有聽過 那個裡面的女人的戰爭就對了